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几种能吃苦的几种手向特点 首先一个从文路来看 生命线很深,很深,而且没有分叉 像这种情况,生命线 那么生命线不单单是反映一个人健康和寿命 同时也反映出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个性特点 而生命线比较深 而且中间没有分叉的人,性格大多数比较坚毅 属于那种命比较硬的,脾气也比较倔 做是一根筋认定的一件事情,就不会轻易放弃 哪怕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受了很多苦 他也会坚持,非常适合创业的一种人 毕竟他们认定的事情,他会做好,有横心有毅力 这也是成功的一种重大的因素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事业线比值 像这个首相他同样也具备这个特点 就是在首掌当中间呢 这个往上慢慢延伸,事业线比值 说明这个人呢,事业发展很稳定 虽然中途也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 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放弃 反而是越挫越勇 因此呢,这种首相人呢,比较能吃苦 他们性格比较坚硬 做事的运势也不会差 在工作当中呢,也不会因为一些挫折而放弃 这种人呢,如果创业的话 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 那么还有就是,同时这个首掌也具备这个特点 就是厚实坚硬 看起来厚实坚硬 这个也是偏厚实坚硬 那么这种首相特点 像这个就是有点生命线分叉了 不满足这个要求 像这个坚硬厚实的人呢 给人一种很忠厚老实 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很脚踏实地的感觉 不会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这种首相比较能吃苦 他们个性也是有比较偏固执 偏执 认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 所以说如果是创业的话 他们也是能够坚持到底的 这是一个三种特点 这个首相呢,都具有这种特点 那么三种特点都具有的话 那么这种人呢,就是这种创业能手 这种概率非常大 好了,有关这个首相当中 能吃苦的首相特点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